雅歌第一章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 愿他用口中的热吻与我亲嘴 因为你的热爱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香气芬芳 你的名字如同道出来的膏油 所以众同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 我们必快跑跟随你 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 王啊 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提说你的爱 胜过提说美酒 他们爱你是合理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如同击打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漫目 你们不要因为我黑 就盯着我 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 我母亲的儿子生我的气 他们叫我看守家里的葡萄园 我自己私人的葡萄园 我却没有看守 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放羊 中午你在哪里 使羊群躺卧休息 我为什么在你众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女人呢 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啊 你若不知道 可以出去 跟随羊群的角踪 在牧人的帐篷边 牧放你的山羊羔 我的家偶啊 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 你的两腮 因耳环显得秀丽 你的景象 引珠链显得华美 我们要为你 致金耳环 用银珠点缀 王正坐席的时候 我的拿达香膏 散发芬芳的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 为一袋墨药 挂在我的胸怀之中 我以我的良人 为一束凤鲜花 开放在影基底的葡萄园里 我的家偶啊 你很美丽 你很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睛 我的良人 你很英俊 你很可爱 我们的床榻是青绿的树木 我们房屋的栋梁是香薄树 房屋的船子是松树 雅歌第二章 我是沙伦平原的水清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 我欢欢喜喜地坐在她的蕴下 她的果子香甜和我口味 她带我进入酒市 含情默默地望着我 求你们用葡萄饼增补我力 用苹果恢复我的精神 因为我因爱成病 她的左手拖住我的头 她的右手拥抱着我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田野的羚羊 母鹿恳求你们 不要惊动她 不要挑起她的爱情 等她自发吧 听啊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她串山越岭而来 我的良人像羚羊 像小鹿 看啊 她站在我们的墙后 从窗口观看 从窗格往里面探视 我的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偶啊 你起来吧 我的家利亚 你来吧 因为冬天已过 雨水止息 已经过去了 地上百花齐放 百鸟齐鸣的时候 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五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发香 我的家偶啊 你起来吧 我的家利亚 你来吧 我的鸽子啊 在岩石的穴中 在悬崖石的隐秘处 让我看看你的容貌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甜美 你的容貌秀丽 要为我们捉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园 正在开花 我的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细赏 我的良人啊 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消逝的时候 愿你归来 好像崎岖山上的羚羊 或是小鹿 雅歌第三章 我夜间躺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找不到他 我说 我要起来 走遍全城 在街上 在广场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 却找不到他 城中的守卫 巡逻的时候 找着我 我就问他们 你们有没有看见 我心所爱的 我刚刚离开他们 就遇见我心所爱的 我把他拉住 不让他走 等到我带他 到我母亲的家 进到怀我者的内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指着羚羊 田津的母鹿 恳求你们 不要惊动他 不要挑起他的爱情 等他自发吧 那从旷野上来 好像腌住 用商人贩卖的各种香粉 墨药和乳香熏过的是谁呢 看哪 是所罗门的御教 四周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各个手拿武器 能争贯战 个人腿上配有利剑 以防夜间的袭击 所罗门王用篱笆嫩木 为自己做了一圣华教 他用银子做教主 用金子做教底 用紫色料子做教的坐垫 内部所铺设的 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西安的众女子啊 你们出来看看 所罗门戴着的冠冕 就是在他结婚的日子 在他心里喜乐的时候 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雅歌第四章 我的家偶啊 你很美丽 你很美丽 你的眼在面纱后面 好像鸽子的眼睛 头发如同从鸡猎山下来的山羊群 你的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 刚刚细径那样洁白整齐 它们成双成对 没有单独一支的 你的嘴唇像一条珠红线 你的小嘴美丽 你的两甲在面纱后面 如同切开的石榴 你的景象像大卫的城楼 建造得十分整齐雅观 起上悬挂着一千个盾牌 都是勇士的武器 你的凉辱像双生的母鳞羊 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 等到晚风徐来 日影消逝的时候 我要亲自到莫药山 要往乳香缸去 我的家偶啊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我的心腹啊 与我同去黎巴嫩山 与我前往黎巴嫩山 从亚马拿山顶 从士尼尔和黑门山顶 从狮子洞 从豹子山俯望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啊 你夺去了我的心 你用你的眼神 用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 夺去了我的心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啊 你的爱情多么美丽 你的爱情多么美好 比酒更美更好 你高油的香气 胜过一切香料 我的心腹啊 你的嘴唇低密 好像风房低密 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你衣服的香气 好像黎巴嫩山的香气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 是上了栓的园子 是上了锁的水井 是封闭了的泉源 你所栽种的是 是一所石榴园 有极美的果子 有凤鲜花和拿达树 有拿达和翻红花 昌浦和肉桂 以及各种乳香树 墨药和沉香 与各样精选的香料 你是园中的泉源 是活水的井 是从黎巴嫩山流下来的溪水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进我的园里 让其中的香气 散播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他自己的园中 享用他加美的果子 雅歌第五章 我的妹妹 我的心腹啊 我进了我的园中 我采了我的墨药与香料 我吃了我的蜂房与蜂蜜 我喝了我的酒和奶 朋友们 你们要开怀吃喝 亲爱的 你们要不醉无归 我身虽然睡卧 我心却醒 这是我的良人的声音 他敲着门说 我的妹妹 我的家傲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啊 求你给我开门 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 头发给夜露滴湿 我回答 我脱了外衣 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的脚 怎能再弄脏呢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 我的心因他大为激动 我起来 要给我的良人开门 我的良手 滴下墨药 指头 滴下墨药 滴在门栓上 我亲手给我的良人开门 我的良人 却已转身走了 我发现他走了 差点昏倒 我到处找他 却找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城中的守卫 巡逻的时候 找着我 他们打了我 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了我身上的外衣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嘱咐你们 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 你们要告诉他什么呢 你们要告诉他 我患了相思病 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 有什么更可爱之处呢 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 有什么更可爱之处呢 以致你这样嘱咐我们呢 我的良人 红光满面 是万人中的表表者 他的头像金金 他的头发 如棕树之厚密 像乌鸦那么黑 他的眼 好像溪水旁的鸽子 在奶中洗净 素得合适 他的两颊 如香花旗 又如香草苔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滴下墨药枝 他的双手像金管 镶嵌着水仓玉 他的躯体如象牙块 周围包着蓝宝石 他的双腿像大理石柱 安放在精精的座上 他的容貌如篱笆嫩衫 像佳美的香薄树 他的口甜蜜 他全然可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这就是我的良人 我的朋友 雅各第六章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 你的良人到哪里去了 你的良人转到哪里去了 让我们与你去寻找他吧 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 下到香花旗那里 在园内细上 采摘百合花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细赏 我的家傲啊 你美丽如德撒 秀丽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旗帜的军队 请你转眼不要看我 因为你的眼使我心动 你的头发如同从 激烈山下来的山羊群 你的牙齿像一群牧羊 刚刚洗净上来 那样洁白整齐 它们成双成对 没有单独一只的 你的两颊在面纱后面 如同切开的石榴 虽有六十位王后 八十位妃嫔 并有无数的宫女 唯独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是独一的 是她母亲独一的宝贝 是生养她者的宠儿 众女子看见她 都称她为有福 王后非贫贱了 也都赞赏她说 那出现如破晓的尘光 美丽如月亮 灿烂如日头 威武有如展开旗帜的 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到河桃园去 看看谷中青绿的植物 看看葡萄树发芽没有 石榴树开花没有 不知不觉之间 我的心把我置于 我尊贵的名的车中 回来吧 回来吧 舒拉蜜女啊 回来吧 回来吧 让我们看看你 你们为什么要看 舒拉蜜女 想看两对兵跳舞呢 雅歌第七章 王女啊 你的脚在鞋中多么美丽 你大腿的曲线美如朱玉 是巧匠手里的杰作 你的肚脐如圆杯 永不缺乏调和的酒 你的肚腹像一堆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凉乳像一堆小鹿 像双生的母鳞羊 你的颈像如象牙塔 你的眼像西石本城内 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 你的鼻子好像篱笆嫩的高塔 居高临下朝着大马士革 你的头在你身上像加密衫 你头上的绣发是紫黑色的 君王的心尽给这些法柳细柱了 亲爱的啊 使人喜悦的啊 你多么美丽 多么可爱 你的身量像一棵棕树 你的凉乳如树上累累的果子 我说 我要爬上这棵棕树 我要抓住它的果子 与你的凉乳如一挂一挂的葡萄串 你鼻子的香气如苹果芬芳 你的口像美酒 舒拉蜜女说 只流入我凉人的口里 轻轻流过唇齿之间 我属我的凉人 他也恋慕我 我的凉人啊 来吧 让我们往田间去 让我们在凤仙花丛中过夜吧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 去看葡萄树发芽没有 花朵开放没有 也看看石榴开花没有 我在那里 要把我的爱给你 凤茄正在散发香气 在我们的门旁 有各样加美的果子 新的 旧的都有 我的良人啊 这些都是我为你保存的 雅歌第八章 但愿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 这样 我在外面遇见你 就可以闻你 不会被人藐视 我要引领你 领你到我母亲家里去 从小他就教导我 我要给你喝香酒 他的左手拖住我的头 他的右手拥抱着我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恳求你们 不要惊动她 不要挑起她的爱情 等她自发吧 那从旷野上来 靠在她爱人身旁的是谁呢 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 在那里 你的母亲怀了你 在那里生育你的 为你受生产的痛苦 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把我戴在你壁上如搓印 因为爱情像死亡一般的坚强 极度如阴间一般的坚稳 她的烈焰是火的烈焰 是非常猛烈的火焰 爱情 重水不能熄灭 洪流不能淹没 如果有人拿自己家里 所有的财产去换取爱情 就必被藐视 我们有一个小妹妹 她的良辱还未发育完全 有人来提亲的时候 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 她若是墙 我们就要在她上面建造营塔 她若是门 我们就要用香薄木板维护她 我是墙 我的良辱像骑上的塔 我在她的眼中 像寻得安乐的人 所罗门在巴黎哈门 有个葡萄园 她把这葡萄园 租给看守的人 个人要为葡萄园 所得的果子 付一万一千四百克银子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在我面前 所罗门啊 一万一千四百克归给你 二千二百八十克 归给那些看守果子的人 你这住在园中的啊 我的同伴都在细听你的声音 愿你使我也听见 我的良人啊 愿你快来 像羚羊或小鹿 在香草山上 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 голос 你不得了 我听你说最后能资格公司 那一点 我ám点出化的 你哪有个小鹿